以色列当局为了加速推动学校在新学年开课 宣布启动针对三岁以上儿童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 找出还没有接种疫苗 但是体内已经有抗体的学童 这项最大规模的血清调查 主要是筛查年龄三到十二岁的孩童 当局呼吁父母携带孩子参与免费的手指刺穿检测 协助当局找出潜在的儿童患者 根据以色列当局 如果儿童体内有足够抗体 即使接触到确诊者也不需要强制隔离 避免影响学习 事实上当地已经开始为十二岁 以及以上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另外根据以色列卫生部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 接种三剂辉瑞疫苗的六十岁以上群体 在预防染疫和重症方面的防护力 相比接种两剂疫苗的人有显著改善 预防感染方面获得的保护高出四倍 重症和住院方面则是比接种两剂者高出五到六倍 这项数据在以色列疫苗接种专家小组会议上公布 不过当局暂时还没有透露详细细节 感谢观看